前天 我们读到《无量寿经》的《发起序》 看到经中所说的 世尊念阿弥陀佛 感得微光合一 用现在的话来说 它的光彩 风度 荣誉 得祝福的加持 形式的树妙绝类 这几句经文 我们不能够粗心大意地看过 它的意理很深 现象无比的美好 告诉我们 念佛 与佛相应的 真实书生的理由 所以我们在平常的时候 无论是《诗经》 《诗经》 《诗义》 《诗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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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定得到这个感应 那你要问为什么 这个世间人常说 向随心转 你这个时候的心是佛心 是真心 平常生活当中 真心就夹杂着忘心 在念佛诵经 苏道的时候 这个时候忘心没有了 完全用的真心 这正是所谓 一念相应 一念佛 一念相应 你一念的时候 你这个容貌体质就不一样了 念念相应 就念念都不一样 我们必须要知道 凡所有相 解释是虚望 这虚望之相了 为什么叫虚望呢 它刹那在边 这个道理过去讲了很多 你念念不住 你念不住我 所以相 不但向谁信传 静也随信传 从我们居住的小环境 一直到地球的大环境 都是在随信念转达 楞严经常给我们讲的 有共业 有别业 共业给别业 所变现出来的境界都很显著 我们稍微细心去观察 你就看得很清楚 很明白 我们晓得这是道理 了解四世真相 自己的修舍 要常常检点自己的成绩 最明显的成绩就是我们的身体 因为这个境界是最接近的 我们周边生活环境比较疏远 最接近的是身体 我们有没有把这个境界转过来 经常告诉我们 阿罗汉 身体容貌 比天人殊胜 披治佛又比阿罗汉殊 比阿罗汉殊 菩萨又比披治佛殊殊 低位越高的菩萨 比地位低的殊胜 非常明显 如果我们连这个境都转不过来 那就是功夫不得力 功夫不得力就是我们的心性不相应 所以真正会修行的人 从根本修啊 不仅是禅家了 要求学人要从根本修 教下又何尝例外 根本是心 在我们没有明信见信的时候 根本就是念头 根本就是念头 如何将这个念头 转悟念为善念 转忍念为敬念 这是我们凡夫必须要做的工作 到菩萨位上 那就是如何转有念变成无念 那个功夫深了 我们现在走到 那个无念的意思我们也不懂 往往我们看到无念 无就什么都没有了 那是错的 那是错的 一般意思皆错 这个意思很难懂很难懂 古人的故事 古人勉强为我们说明这个现象 无是无有念 无无念 有念无念念变不足 那个才是佛法讲的无念 它不是有相对的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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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乘佛法里面没有相对的 相对这是二法 坦经上说得很清楚 佛法是不二法 若不二法就叫做无念 若不二法就叫做无念 所以这个意思很深 佛法里面提升自己的进境 方法很多 不是一个方法 不是一个方法 脱开性量是个方法 大臣先生说佛 与法身大死 这就是尽信的人 他们的信量 跟虚空发戒一样 真正是 心包太虚 两周杀戒 所以 他心目当中 是一个方法 室空发戒一切众生 它是平等的 无念就平等了,有念就不平等了。 佛诸无念。 精干精神说,应无所诸,佛诸无诸。 无诸就是佛诸。 无诸就是无理。 九法界的众生都有诸。 菩萨诸六度。 缘绝诸英语,声闻诸诸诸,他心都有诸。 诸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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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诸� 那个无助 我们眼前是决定舍不到的 虽然舍不到了 可是佛有甚方面 极其殊胜的方面 使我们非常贴切佛助 这个法子妙去了 这就是念佛法门 菩萨诸六度 你能够诸阿弥陀佛 你比菩萨要高一等 你诸佛祖 念佛的音声要相应 要申报太师 因舟杀戒 你这个念佛呢 就相应 我念佛的音声周边虚空发解 是不是能真周边呢 真的 相不离心 信不离相 我们的心性本来是周边虚空发解 心性所现的相 哪有不周边的道理呢 之所以过能周边 是因为你有妄想分别持续 将你的本能 张开出来 你这个音声之波 跟你的心波不相应 如果我们音声之波 跟自信的波能相应 他怎么不周边虚空发解 所以 诸佛如来 讲经说法了 我们如果没有障碍的时候 无论在什么地方 听得清清楚楚 那就是佛音周边发解 这是真的 不是假的 佛的音声能周边 凡复的音声 也周边 随着你的心量大小 变现你周边的范围 这是一个很好的方法 奇特妙觉的方法 能命凡夫 一生之中 平等臣服 这是说念佛法门不可思议 念佛法门的殊胜 知道的人 确实不懂 所以会念佛的人 他的受用 我们凡夫没有法子想象 他也不会告诉别人 为什么 人家不懂 给人家讲 人家也无法体会 佛菩萨说法的原则 众生能听得懂的 给他讲 听不懂的 不讲 能够理解的 要给他讲 不能理解的 不讲 所以念佛 功夫 得不得理 在境界上 就可以 检查得出来 功夫真正得理 诸位想想 哪有不发习充满 这道理呢 身心愉悦 发系充满 这是修行人 无论修学哪个法门 功夫得理的 一定有这个现象出现 所以我们在修学过程当中 如果境界不能提升 不能进展 感觉得很苦恼 赶快要反省 要检点 决定是自己不如法 自己错了 要把错误的原因找出来 把错误消除 你就会有进步 可是在同学当中 真正能这样去做的 少啊 大多数人 把这段事情疏忽了 忘记了 这就迷了 这迷是你忘记的 越迷越深 日子越过越苦 一念回光返照 就是觉 觉就会有进步 从小的觉 累积小的觉 就变成大觉 累积大觉 就会变成大吃大物 中门教家 一些开悟的人 都是这么累积的 累积到一定的时候 浪然大觉 他就现成了 那么我们今天 想想看自己 我们是累积的 迷惑 我们不是累积觉悟 这个问题严重 这是让我们一生当中 永远不能够求 在不能觉悟的状况之下 要想处理六道轮回 了脱生死 唯一的方法 就是念佛待业往生 除这个法门之外 没有第二个法门 好走 这是生 凡生同居土 实行他地 这一句阿弥陀佛 决定不放松 这是凡腐 唯一的一条成佛之道 我们今天选择念佛法门 要懂得念佛的道理 我们对念佛就有坚定的信心 真正做到不怀疑 然后要紧的就不夹杂 不夹杂就相应 夹杂就不相应 所以这是我们念佛 能不能往生 关键之所在 要想不夹杂 那就一个办法放下 彻底放下 与一切人交往 随便 横顺众生 随喜功德 与任何一个人交往 都是横顺众生 横顺 欢喜 随喜功德 怎么说呢 在交往过程当中 六根 借出六成进阶 念念是阿弥陀佛 念念等虚空发解 这个理念只有智慧 只有慈悲 没有秦职 没有烦恼 这是功德 这是定会 外面进阶 清清楚楚 明明白白 是会 不申秦职 不起一面 这是定 定会 等舌 卑之双运 定会 等舌 是对自己 成就自己的功德 卑之双运 神利业众生 这个就是菩萨道 就是菩萨行 就是专烦成圣 专烦恼成菩提 所以这个里头 不夹杂 是这个意思 可是自己功夫不道 你寄出境界 就会夹杂 这是初学在所不免的 遇到这个境界 就退回来 少接触 不能造成自己的障碍 自己的功夫 逐渐得利 功夫逐渐深 接触境界 也能够悲之双运 那你就得自在了 无论在什么状况之下 都自在 顺境逆境 善人 卧人 无疑不自在 这个时候才真正称得上 激功雷德 激功雷德 就在恒顺随习之中 成就无量无边的功德 所以现在 大家 先利用念佛堂 在念佛堂里的叫锻炼 念佛堂里面 有佛菩萨 有天龙八步归神 他们互迟到这 一念得如法 天龙八步欢喜 你念得不如法 大概 那个念佛堂的气氛 就有一点不太背景 那正是 护法神给你的警告 给你警惕 你要更专心去 所以念佛堂的时候 无比的殊胜 我们利用这个地方 做起步 成就自己的定会 然后就可以帮助别人 好 今天时间到了 谢谢大家